这就是著名的广州地铁三号线,因为客流量巨大,快把人挤成相片,所以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死亡三号线。 广州地铁三号线和小米汽车有什么联系呢?我只能说,它们都是交通工具。 一个春日的躁动夜晚,小米的雷总操着诚恳朴实的湖北普通话,完成了他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发布会。 发布会非常地成功,但是不代表小米汽车能够成功,作为雷总的小同乡,我是能够想象他此时的压力的。 凌晨的小米科技园灯火通明,雷总在办公桌上干着午夜的盒饭,这次他专门点了一份粉蒸莲藕,其实他最爱的是粉蒸排骨和粉蒸肉,但是哪个中年人可以漠视低密度胆固醇和甘油三纸的数据呢? 旁边的电脑上跳动着小米汽车大定的数字,不知不觉间,粉蒸莲藕已经见底。 很多人都说我们湖北人平时爱吃莲藕,所以心眼多,可是在这修罗场一样的商业战场,不多几个心眼,又怎么能混到饭吃呢? 雷总走到窗边,默默地点燃了一根黄鹤楼,夜幕下的北京,万家灯火。 只剩下了百家灯火,一条条蜿蜒交错的路灯,在黑暗的大地上明显了起来,宛如天上的道道星河,雷总的眼神开始迷离。 他回想起了自己的第一次小米手机发布会,2011年8月16号的北京七九八艺术区。 那时的小米一,配置的数据都很低,就如同当时雷总的年龄,40郎当岁,皮肤还很紧致,前列线也还健壮。 这是一次伟大的创业,因为八年之后,小米公司便进入了世界500强。 这八年是雄魂壮阔的八年,小米手机曾经高居中国市场的首位,也曾经跌落到全国第五。 小米创业后的第十年,宣布投入百亿美元开始造车。 对于踏实求稳的雷军来说,这是一个艰难而又澎湃的决定。 当下的中国新能源车市场,血雨腥风,快一刀,山中草,红了眼的高手赶尽杀绝,红了胸膛的出入者诗海遍野,拜腾威马高和爱持游侠起点,还有一系列更不知名的新能源品牌,或壮烈或憋屈,一个个倒下。 三年前,雷军有些悲壮地说,我愿意压上我人生所有积累的战绩和声誉,为小米汽车而战。 而且宣布,这将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重大的创业项目。 三年后的今天,小米汽车的第一款车终于上市,已经55岁的雷军,不再年轻,却依然心潮澎湃。 也许干完这一票,他就可以卸甲归乡,回到江汉平原的水乡小镇,在摇晃的灿烂春光中,享受一碗平静的粉蒸排骨。 但这一票确实不好干,对于小米汽车,我是非常看好的。 雷总聪慧勤奋,谦卑踏实有韧镜,是我被指楷模。 小米公司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稳健,日后必将成长为世界顶级的跨国巨头。 对于新入局的小米C7,我认为它也许会小有所成,但可能并不是小米的超级大爆款。 我来先说说它的优点。 第一,外观。 它采用了最稳的决策方式,选择了中青年消费群体喜好中的最大公约数,借鉴了已被市场认可的成熟设计风格。 大家都喜欢保时捷,但绝大多数人都预算不足,小米C7便可以成为平替。 第二,硬件。 小米从来就是硬件上堆料的高手,从第一代小米手机开始。 小米主打的就是平价高配置,来到汽车领域,小米依然如此。 堆电池,堆底盘用料,堆收纳空间,堆人性小设计。 第三,软件。 即使是做手机,小米最开始也是从米威开始切入的。 雷军本人就是程序员,最早的正式创业也是从金山软件开始。 所以对于小米汽车的软件,包括车机系统,智能驾驶系统等等,我都是非常有信心的。 第四,我特别要说一下小米汽车的人性化。 很多人嘲笑小米苏期的手机支架。 但是我认为,手机支架体现了小米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。 这种理念将是小米汽车在未来能够胜出的至胜法宝。 小米汽车手机支架的反面,就是隐藏式车把手。 漠视消费者真实利益,只讲台面上的高大上,是虚伪的自嗨。 大家扪心自问,小米CU7的半隐藏式把手和防晒工艺,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好感? 至于手机支架,作为自媒体人的我,当然是举双手赞成。 作为普通人的你,有没有可能也想加一个运动相机,偶尔拍一些行车的视频呢? 说完了优点,我再说一说缺点。 最大的缺点应该也是它的外观。 借鉴了太多的保时捷元素,肯定会丢掉一些自己的灵魂。 一款真正的国民级车型,一定会有自己的设计风骨。 第二个缺点就是,性价比还不够极致。 作为出入汽车行业的小米来说,目前的成本控制肯定有难度。 雷总说,现在卖车都是亏钱的,我个人是相信的。 毕竟汽车行业是典型的规模决定成本的行业。 一套模具生产一亿量和一万量,成本天差地别。 小米一直是成本把控的高手,我相信随着小米汽车的逐渐壮大发展,日后一定会成长为令对手闻风丧胆的价格杀手。 CU7是小米汽车的开山之作,但是有更多的人在期待红米汽车。 我觉得红米汽车如果推出一款方盒子城市CUV,车身长度4米3,续航400公里,定价9.98万。 在全球各地,应该会有许多人捧场。 年销百万不是梦,甚至全球年销500万都不是梦。 如果小米汽车能有两款这样的全球爆款车型,雷总所说的15到20年进入全球车企前五,我看还会提前,10年之内完成都有可能。 多年前,我曾被雷军的一句话感动,他说要让更多人享受科技的乐趣。 很多人说小米的产品是廉价货,但是你想想,这世上的云云众生,大多都是普通的中低收入群体。 小米的产品,品质优秀价格实惠,确实让更多人享受了科技的乐趣。 比起马斯克要送富人们去火星,雷军让更多普通人享受科技乐趣的理想,我认为利益更高远,更普世,更伟大。 只要雷总不忘初心,小米汽车必然成功。 你要问我有没有下定C7,我只能说下次一定,因为四年前买的奔驰还能战斗,最近又有几个合适的项目想要投资。 不知道这样说,能不能掩盖我囊中羞涩的真实情况。 讲真,我的下一辆车必然会选小米汽车。 如果你不相信,我给你讲一件事。 几年前,我曾梦见过雷军。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,我和雷总坐在一个小的透明玻璃圆桌旁,谈笑风生。 我对我的偶像雷总说,我们都是江汉平原的老乡,口音一模一样,长得也很像,而且我们的身高都如此的相似。 我171,你181。 对面的雷总,朴实一笑,阳光在他身上形成了一个金黄色的轮廓,他用纯正的湖北话对我说,你这个项目,我投了。 虽然梦醒后,现实仍然是一片冰凉,但是从此我又多了一个理想。 在此后的人生奋斗中,虽然搞钱仍然是第一目标,但第二目标就是和雷总单独聊天。 在聊天当中,我要邀请雷总去荆州吃一碗豆腐园子,然后请求他在80岁时,再为我们高歌一曲,Are you okay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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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